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杨柳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 来自于作者 哼哼酱 看哭千万人的小视频 成年人最后悔的三件事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 一家公司在美国街头立了一块黑板 上面写着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路过的人一开始围观 拍照 渐渐的有人开始认真思考 并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当黑板上被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们发现这些遗憾 大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带着没有两个字 没有申请医学院 没有拿到MBA学位 没有追求演艺生涯 没有在爸爸去世之前 让他抱一下孙子 原来 比起做错 那些自己没能去做的事 最让人后悔 中岛队在光与风与梦中说 从前我不曾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后悔过 唯独对于没做的事 总是后悔莫及 那些想做而没做的事情 才是我们心底最大的遗憾 就像我高中时期就很要好的朋友 因为父母不想 他到离家远的地方上大学 所以他考了本地的一所重点大学 快毕业的时候 他和我说 想来北京和我一起打拼 结果父母老早就脱关系 给他找了一份 在某事业单位的安稳工作 他犹豫过 但还是接受了 想着也许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 先挣点钱 以后想去北京 可以再去啊 但一晃就是将近六年 他早已在老家结婚生子 每次我回去相约出来吃饭 聊着聊着 总是会提到当年 看得出来 他一直耿耿于怀的 仍然是没能在年轻的时候 到大城市去奋斗 也许物质上未必会比现在更好 可这份经历 却是此生无法再复刻的 正如刘童在《谁的青春不迷茫》里的领悟 看上了就追 相中了就买 绝不再做后悔的事情 现在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激动 那么草率地做决定 看到这篇日志 我才想起来 原来早在那么多年前 我就说服自己要改变 宁肯做一个草率的决定 也不要一直后悔的会议 记得有一期奇葩大会 请来的嘉宾叫丁锐 是开死亡体验馆的 在结束分享后 高晓松问他 什么样的人最怕死 是今生吃尽了苦的人 还是享受过的人 丁锐说 活得尽兴的人 最不怕死 也就是说 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 活过的人 最怕死 在场的人都如恍然大悟一般 频频点头 是啊 如果真的要到了 离开人世的那天 回想一生经历的种种 全都是想做 而没有做的事情 任谁也不想 就这么离开吧 想起九年前 筷子兄弟一首 老男孩 红遍大江南北 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的 KTV聚会 必点曲目 歌曲来自于 同名微电影 老男孩 人到中年的 肖大宝和王小帅 一个做了 蹦脚的婚庆主持人 一个成了 理发店的小老板 某一天 当城市 依然车水马龙 当生活 依旧看似 重复着 日复一日的苟且 他们却被一个 选秀活动 重新点燃了梦想 尽管追逐的结果 仍然是失败 但因为有了这次 拼尽全力 他们已经填补了 年轻时候的遗憾 对于现有的生活 内心也变得 平和许多 而更多的人 在KTV唱着 当初的愿望 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 只好记一点吗 任岁月风干理想 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青春 如同奔流的江河 一去不回 来不及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我 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对于他们来说 更多的还是对生活的无奈 和遗憾吧 我曾问过我身边的朋友们 他们最后悔的几件事 得到最多的回答是 上学的时候 没有好好读书 当年 没有和喜欢的人表白 以及没有坚持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而过去的 终究是过去了 那些遗憾 也不能再重写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把握好今天 正如马南波杰克 这部剧里的台词 你不能一直做一些烂事 然后自己后悔 好像后悔有用一样 你需要变好 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那则视频的结尾 一个女生 擦掉黑板上的故事 郑重地写上 重新开始 从今以后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而在未来的生活里 去做那些 不让自己后悔的事吧 及时地向自己的家人 表达爱意 可关心 想去的地方 努力赚钱 几时间也要安排上 想要减肥 想要学英语 想要去报级 想要考证 想学游泳 这些通通都不要再等了 再努力一点 再坚持一下 来日并不方长 生命也不需要 日复一日的懊悔 余生 你可以让自己更精彩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您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 weather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听